Hello 大家好 差不多要到傍晚的時候了 要上來歌社了 這幾天真的是太熱了 熱到 連上面都不想上來 有歌有說 我一直拍我自己的賽歌 叫我拍一點 我的總歌給他看一下 其實我的總歌 並不多了 我現在拍一下 我那個熊歌吧 熊哥已經剩下 十來雨了 去年 去年 清掉了十幾個一次性 有些都是 自己飛下來的成績歌 但是 基本感覺沒怎麼用到 而且有些已經試過一次 出的紙袋都不怎麼好 今年秋季的兩個歌子 是殺掉的 重新套黃的 就是我19年的成績歌出的 但是出的不理想 那雨格子也是給我清掉了 我現在拍一下我的熊歌 剩下 不多了 二四五個 這邊六個 剩下十一個熊歌了 這一個鴿子 這一個鴿子是我 棚裡面最老的了 以前我鴿 養鴿子的時候留下來的 一三年還是一四年的 沒有黃的 都在換雨啊 總歌都在換雨 這一個鴿子 是它的紙袋 是剛才那個老熊鴿子的紙袋 更配於公鴿的決賽高位的 但是那個磁哥 給他逃龍了 飛走了 這裡是翡翠國際的熊鴿子 这一黑鸽子 也是出的纸带也是可以 但是速度不够快 速度不够快 但是基本上都不怎么会丢 他的纸带今年 他的纸带全部清掉了 一个都没留 又又又留了一个 留了一个磁鸽 其他的全部清掉了 所以我就一个黑鸽子了 还有这几个我们把它砍过来 这一鸽子 是一个磁龟 但是我没有清掉 因为他的血统比较好 而且他也是出过那个 重化工棚的 一塞八十多位就是这一鸽子出的 他的父亲是与麒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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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五华工棚的 五华工棚的获奖鸽 刚引进的这个 其他的大概就没有什么鸽子了 这里现在晃一晃的好严重 这一鸽子是一个江西那边的 带丝黄的 他已经出过成绩鸽了 只带已经出过成绩了 全部都在换鸽 感觉乱七八糟的 鸽子都比较晚 已经分棚到现在已经蛮久了 基本上熊哥就剩这几个了 还有那一鱼 这里台鸽是新引进的 春季的话也不打算用 就让他留着吧 这里台鸽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鸽子了 所以 明年春季的比赛 就靠这几个熊哥出 出幼哥了 那边驰哥的话就比较多 驰哥的话大概有20个左右吧 去年 清得太猛了 还有一些是送给朋友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个视频见